星期四将会带来最新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声明 所以让我们通过经济日历来了解更多吧 首先在早晨8点15分将要发布的是 2月瑞士生产者进口价格指数 在过去两个月里该指数持续下降 预计在本次可能会恢复增长 在上午8点30分瑞士国家银行将发布其备受关注的货币政策声明 该银行上次改变三个月期伦敦银行同业拆借目标利率是在2015年1月份的时候 而一些交易者猜测他们可能会采取行动 以此来应对欧洲央行持续的宽松货币政策 2月欧元区最终消费者物价指数将在上午10点钟发布 初步估计表明年消费者物价指数年率下跌至0%以下为4个月来首次 而备受关注的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声明将在中午12点钟发布 市场认为似乎没有升息的可能性 而一些鹰派和鸽派的意见仍然可以动摇英镑的走势 接下来在中午12点30分将要发布的是备受关注的 美国每周申请失业救济人数更新 截止到3月5日 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下降了18000人次 截止到2月27日 持续申请救济人数下降了32000人次 3月费城联储制造业指数将在同一时间发布 2月份该指数小幅走高 但仍然停留在复制区域 1月份加拿大批发贸易也将在本时段发布 12月的数据好于预期 受到了汽车及零部件销售强劲增长的推动 而在日程的最后下午2点钟将要发布的是 2月美国领先指数 该指数受到股价下跌的影响在1月份小幅放缓 我是山梅雷迪斯 以上就是3月17日星期四的经济日历 在下期节目中 我们将为您带来周五的相关概述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